更比之前翻看记录,上一次写中抄几乎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了,那时大连阿尔滨被一方收购不到一年,经历了连续几任主帅的更迭,距离中抄却始终上了一大口气。 幸运的是,同样是在那时,一发做出了两次人员调整,现在看来,这也是球队的重要转折点之一,首先是之前担任旧货教练的卡德尼亚斯离任,前皇马主帅胡安·洛佩兹画帅。 其次,大连时的时期便担任志乐部总经理的林乐峰被下调,1981年出生的少壮叛史峰和出任性总经理。 次年,一方在经历几年成福后,终于抠了中甲冠军奖杯,久违的中抄,才是大连这座城市与大连球迷的期望来,但相比于中抄成功,更令足球成人民兴奋,急得球迷打哈的消息。 来自一位阔别大连足球多年的名字,王健林与他手下的万达集团,似乎要重出江湖了,而大连万达的名字,就像一针强心技。 扎的冰城球迷在迷幻中似乎看到了当年的争容岁月,未来的金戈铁马,一个超级英雄电影般的开始,一个悲剧般的开始虽然因为中国主邪的规定,万达并不能立即更改注册资料,完成接盘,且虽传言甚小尘上。 但万达帮也没有发布任何正式接受大连一方的声明。 但现在即开始前,大连球迷还是等到了重新抖向辉煌的曙光,在金元足球下,没有什么比实力强劲的心元更能提升士气与实力了。 所以,欧洲杯冠军服,桃远主力中温和赛封车的加盟,不但打破了一方队史转会被记录,更在提升了俱乐部实力的同时,点燃为大连这座足球成对新赛季的期待。 但大连一方的转会仍在继续,新赛季中朝开幕到继续一周时,大连球迷再度生活惊喜。 西超球队马德里静静两位边路球员,盖坎和卡拉斯科同时加盟球队,尤其是收购比利时国家队主力球员,被众多英超豪文哄抢的卡拉斯科,更是让球迷在疑惑的同时, 却是感受到了万个未来对球队的期许,以及大财团所能给予俱乐部的提升。 据西班牙媒体猜测,这两桩交易的转会费,大约为4800万欧元,也就是说,因为超出了足协队转会费的限额,所以,万达的首个入主的转会窗口,在影员上的净支出就超过1亿欧元。 放眼今年夏天的英超转会窗口,也只有利物浦等三支球队能够达到如此量级,不过带着满心的憧憬来到新赛季,大连球迷的满腔热血,却被残酷的现实泼了一大盆冷水。 首轮对阵上海上港的比赛中,大连一方喝长一零米八的耻辱性比分落败,球队上下队中朝节奏的不适应一级主帅马连,令卡拉斯科,担任主力中锋的排兵布阵,都是大连球迷对失败的自我安慰,球场之中进入寒蝉的远征区。 无数的屏幕前关注比赛的球迷,似乎都无法接受场上所发生的一切,传球找不到队友,防守失误连连,这支大连一方似乎不,是球迷期待中的球队,也暂时无法再度成为足球城的代表。 但已经等待了大连足球太多年的大连球迷,似乎很快便从这股震惊与失望中走出,与多年前更多依靠本土球员的中朝不同。 熟金的中朝水准更高,想要短时高效出成绩自然也更为困难,对球员与万达的信任不会因为一场势力而消磨,这只是刚刚开始,大连球迷相信自己的球队会有无尽光明的未来,困局之后,还是困局然而,能够正奔连心的胜利迟迟未能到来。 主帅马林在开局三连板后下课,曾担任过皇家马德里队主帅,德舒斯特而出任新主教练。 但知道中朝第九轮,一方主场对战中朝如今的霸主广州恒大之前,这支大连队仍是连续八场美常胜计,中朝垫底。 但是,就是在这场媒体宣传甚广的中朝新老霸主的对决中,大连一方终于找到了赢球的感觉。 虽然恒大方面,因为亚冠笼换了一些主力球员,在一场对战线任霸主的胜利,点燃了大连一方与大连球迷所有的激情,无法阻挡的卡拉斯科就此脱离半位的一方也被球迷认为,虽然不可能就此一起绝成,收获原本期待的成绩。 但这场胜利或许,可能成为球队走回正轨的标志,而后大连一确实在休赛期前的最后时刻,保持了良好的势头。 三场比赛收获了两场胜利,球迷开始相信,大连本赛季的保际之路将不再艰难,能够得确认保际的情况下更好的磨合球队,提升实力,是一方接下来需要做到的。 可惜是与怨文,在一个月的间歇期结束后,一方在连续四场比赛中三平一副,未场胜技,尤其是后三场比赛,球队接连赋于人和泰达、亚太,就此在保际军团中,失去了有力位置。 虽然在这几场中存在一定的裁判因素,卡拉斯可以因为参加世界杯对缘故无法出战,但布希姐顾峰特所带来的里亚兹科斯,以及球队的国内球员,都未能在大连足球最需要他们的时刻挺身而出。 客战长春亚太,杨闪平开场便被罚下场,在客场领导三不敌宝吉直接对手长闯亚太后,大连一方再度深陷宝吉泥潭,领导三不敌亚太后,任征长春的大连球员落泪,而这一次,相比于开赛之处的失望,大连的球尼却有些绝望了。 磨合已久,球队也逐渐适应了中超的节奏,此时面对实力相近的对手却接连失利,一方似乎又要回到中甲那个本不该属于大连球队的竞技场了。 大连足球,逆风翻盘对镇上岗的比赛,已经半年多没有回到大连的我,你们家庭员也归乡,而那场比赛刚好在我回京的前一天晚上,不错的哥哥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看球, 我欣然答应,巧合的是,二人都没有提及去现场诸位这件事,因为在几场令人失望的比赛过后,我们已经失去了去球场体会失败的勇气,在前,我们的口径统一在了少数单赢,但不由自主的,或许我们能够,暴闹,主场复仇上岗这样想法也始终在蔓延。 作为家乡有球队的球迷而言,哪有真正希望自己球队输球的,就像中国球迷治愈国族一样? 果然,正如球迷内心深处所期待,却又害怕无法实现而不敢分享的事情发生了。 卡拉斯科回归,琴声租借家盟球队后,大连一方斜进其的不顺局势,守魂和惨败的复仇欲望以及赌场的气势,踢出了本赛季迄今为止,最为精彩的一场比赛,对阵上岗。 两位6339名球迷现场观战,上半场虽然一方0比0与上岗占平,但在球迷心中,那股同样压抑的情感得到了释放,就算是无法取得领先,就算是再次无法取得胜利,一方都有实际表现,证明了自己值得被球迷信任。 更为充满戏剧性的爆发欲转者发生在下半场,卡拉斯科的个人能力,再度成为了一方的依靠,比赛第50分钟时,卡拉斯科在禁区内通过多次晃动,拉开空间,随后左脚地射破网,这是属于卡拉斯科的进球,也是属于大连一方的献礼,更是属于球迷的狂欢,我和好兄弟久久的抱在一起。 此间,我感受到了他微微的颤抖,那是一个男人为了信仰而付出的眼泪,而后对阵复利的比赛,一方更是延续了对阵上岗时完美的比赛感觉与状态,一场酣畅淋淋的三杠零。 不但让之前怀疑球队神经刀的人彻底闭嘴,更彻底宣告了大连一方的强势回归。 宝吉,真的不该是属于足球城的词汇,但如果只能越过他才能走向更灿烂的明天,那这只波涛之中的球队自然要将这话为乌有。 这才是大连足球,这才是大连足球该有的样子。 前路,宝吉形势越将明亮及时,虽然大连一方在联赛中几经臣服,在短赛季的中超才刚刚进行过半,在未来超过十场的比赛中,还存在太多不确定的因素。 也正因为此,如同之前大量自媒体认为一方无力保级的言论一样,当下认为一方肯定会留在下战季中超,看法也只是猜测而已。 不过客观而言,参考近两场比赛一方的状态,以及其后球队的赛程,相比于降级,一方能够留在中超的可能却是更大。 首先,在最重要的自身状态方面,从对阵上岗的比赛开始,这股远超以往的精气神自然是令人欣喜,但运航在其中的,却是盖太尔·玉卡·拉斯科对中超逐渐加强的适应,穆谢奎的火热状态,以及主帅舒斯特尔对他们更为合理的安排,这一在硬实力方面的转变,相比于精神层面,或许更让球迷放心。 其次,便是未来的赛程,虽然在足鞋杯中一方一路杀金四强,借足鞋杯冠军会有亚冠资格,但相信一方上下对自身的水力是有亲信见之的,所以暂时放弃杯赛,继承并军。 而在今晚客战国家后,未来一方将面对于河南戒业,重庆思维良长至关重要的宝极大战,在状态正加时面对宝极对手,无疑是对球队最为有利的,局面,而总关之后一方的对手。 前四球队只剩下山东五能没期,其他对手实力相比于如今的一方,可观上说,其实也并无态道察局。 何况本赛季的一方,早就被冠以了前傅基平的名号,今夜的工人体育场。 虽然沐谢奎,朱小刚和秦升无法出战,在一方也未必不能杀得七进七出,彻底与宝极说再见。 宝极,似乎不是大连着做足球成该做的事情,但是已至此,何不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呢? 文,圣英。